全共都區 廣泛地 長時間持續地 有大量暴動的罪行發生 我會形容這是暴力的情況 尤其是暴徒針對我們警務人員的暴力行為 已經越來越過分 而他們的出發點似乎是要取我們的命 例如昨天我們有同事被利器割頸 我們昨天更是第一次發現有人用土製炸彈去襲擊我們的同事 暴徒實際是四則作惡要取人命 傷害其他人的身體 大規模地破壞社會的設施 他們跟其他的罪犯騙同相比 這班暴徒是更加的邪惡 完全是超越我們香港市民可以接受的範圍 昨晚在旺角我們警方第一次是發現有人製造 以及使用一個用手提電話搖拒控制的土製炸彈 當時那個炸彈是在一輛警車不足兩米的距離爆炸 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個炸彈針對的目標是我們警務人員 這個事件反映出暴徒針對我們警務人員的暴力已經是越來越激烈 昨天晚上在觀塘區我們有警員在處理一宗刑事毀壞的案件期間 被一個暴徒是近距離用利器襲擊警部 這個是一個可以致命的襲擊來的 我必須指出暴徒針對警務人員的攻擊是不會令到我們退縮的 只會令到我們警隊上下更加團結一致更有決心保護香港的市民 更多精彩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折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